欢迎来到恩典频道 今天就靠它了 那我们都知道中山站附近美食很多 今天呢就在Google上找到了 4家4.5颗星以上的餐厅和小吃 全部都买回来了 那我们就来吃看看吧 看这些到底值不值得好不好吃 第一家来到的是蒸芳 它在Google上面是4.6颗星 那我买的是它的腊肉蛋起司 可以看到呢它里面有肉有蛋跟起司 然后就两片土司夹着 那我说它还不错吃 应该可以算是在水准之上 它土司呢吃起来是有一点嚼劲 然后微微的甜度 再搭配上它浓郁的起司 肉跟它的那一个酱 整个口感甜甜辣辣的 整体来说还算不错 下一家我们来到十字路口 我买了它的肉丸 那它在Google上面是得到4.8颗星 我们就来吃看看吧 那它这个上面呢它是有加蒜跟一点辣椒酱的 最近的肉碗还不错吃 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它的酱 它的酱除了普通吃到那种甜甜辣辣的味道 它还加了一些蒜进去 所以搭配那个蒜的香气呢 整个搭配起来就还蛮好吃的 那它的皮也算是Q弹的 肉吃起来不会太肥 但是也不会很涩 然后再加上它水的那个味道 整体来讲呢还不错 我们下一家来到了东桥商店 它是一个面包店 那我选了它人气排行榜上面的 爆浆黄豆面包和马铃薯面包 它在Google是拿到了4.6颗星 我们就来吃看看吧 那就先来吃它的爆浆黄豆面包 这个面包还蛮好吃的 可以看到它里面呢 好像包的是奶油跟红豆 整个馅吃起来就蛮绵密的 但是稍微偏甜了一点 整个口感还不错 那接着我们就来吃看它的马铃薯面包 可以看到它还蛮小一颗的 但是形状是有那么一点像马铃薯 哇它这个面包超强的 反而我觉得比较像在吃麻吉米面包了咸的马铃薯鱼 然后它的马铃薯馅呢还蛮绵密的 但是还可以吃到一块一块的马铃薯 再搭配微微的起司的味道 整体来讲呢还蛮好吃的 最后呢来到了一间甜点店 龙美素馆 它在Google上面是拿到4.6颗星 我就简单的买了它的招牌的豆花 里面有芋圆 地瓜圆 和仙草的昏桂 我们就来吃看看吧 它的豆花还不错算是绵密的 然后它的芋圆跟地瓜圆都算是微微的甜 然后有点那种弹牙的Q度 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它仙草的昏桂 我觉得这一整个豆花里面吃下来呢 让我比较惊艳的大概就是它的仙草昏桂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觉得它吃起来算是在水准之上的豆花 但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特色 那今天靠了Google吃到蛮多好吃的美食 所以会觉得我今天挑的这4家 评语上还算是OK的值得去吃的 那我觉得全部吃下来呢 我最推的应该就是马铃薯面包了 因为我觉得它这一个面包呢 还蛮有特色的 那其他的料理呢 也都还蛮好吃的 希望你们喜欢我这次试吃中山站附近 Google 4.5颗星以上的小吃 喜欢的人请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别忘了分享哦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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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